欧盟的一项数据显示 2011年中国向欧盟出口大约210亿欧元的太阳能产品 大约占中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7% 为了防止倾销伤害欧洲市场 欧盟的贸易委员会在4号通过了 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制裁 而如果双方在两个月之内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 那么将会考虑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征收永久性的关税 根据欧盟消息人士 尽管德国和许多欧盟成员表达反对 欧盟已经决定对中国的太阳能板课征反倾销税 我愿意告诉你 欧盟协议委员会决定 对中国的太阳能板课征反倾销税 执行委员会的制裁将在6号生效 分阶段课征反倾销税 初步将对大陆进口的太阳能板课征11.8%的税率 而到8月6号 如果双方还没有办法达成和解 税率将升高到平均47.6% 而言之,我们的行动今天是一个目标的 让救助于一位商业的经济市场 在中国的政策的抗产业 这种抗产业的灾销 我们的回答应是平均 和平均法定的法律 和制裁法定的法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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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抗产业的抗产业 而是非抗产业的法律 而是抗产业的法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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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欧盟历来制止大陆低价倾销最果断的行动 新唐人亚特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